娱乐中心综合报道歌手章鱼选择过半退休的 《活!图翻设字》章鱼脸书 57岁歌手章鱼出道多年唱 许多歌曲 凭借用心良苦 月亮惹的或被封为苦 歌王子 但却在2018年无预警宣布无限期停工 如今6 时间过去 热爱运动的他也被直击出现在室内 高尔夫球场 最新近况曝光 根据一评新闻网报 章鱼在2018年认为自己力不从心 感觉到疲累 所以则过半退休的生活 鲜少出现在荧光幕前 但其他常借由运动来保持身体健康 日前被直击带 秀有自己本名的高尔夫球带在一旁等待继承 得到来 虽然57岁的章鱼已经是满头白发 但体态没发福 看起来相当有气色 其实 张宇曾经在杰接受李四端专访时透露自己选择停工的原因 表示自己其实没有安全感 时时刻刻都深怕被 导致他拼命唱歌 结果却忘记照顾家庭 甚至声音都出状况 直到停工后和妻子的感情也逐 声温 张宇又曾在2022年接受李四端做专访 图翻社张宇脸书